大家好,欢迎回到治疗时间 我是雨昕 我是锦衣,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是认识自己 我们会透过一些问题 然后透过一些讨论 然后去让大家更多的思考 然后我觉得这个主题 我自己好喜欢哦 因为这些问题是我 好像一直以来一直都会反复的问自己 在不同的阶段 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都会重新去看同样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它陪我去思考的一些方式 然后在我陪个案做治疗 还是我自己在做self care 这些问题都帮助我蛮多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样自问自答 就是透过一些更多 去了解我们的一些问题 来看看到底自己是谁 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很不一样的个体 是啊 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聊 进一步关于怎么照顾自己之前呢 我觉得最基本 基本一件事情 back to basic 就是要从认识自己来 提出一些关于自己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 蛮好的方式 雨昕 你认识你自己吗 我觉得我当然是比十年前的我还认识我自己 我蛮好奇就是你自己这个怎么样去认识你自己的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现在的方式当然很受我过去就是成为音乐治疗师的这个训练的影响很多 虽然说我们是训练成为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 可是我觉得也透过这样认识自己让我自己疗愈的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就是治疗师每一个人在那个养成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重新整合我们的很多看事情的方式啊 对别人的方式啊 然后就是间接也直接的就是影响我们整个人耶 真的 我觉得我学习音乐治疗之前的我 跟成为音乐治疗师后的我 更成为我自己 更成为我自己 好玄哦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啊 我觉得更成为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我更自在 就是我不管是说的话做的决定或者一些表现或做反应怎么样 我都觉得那个是很我的这样子 我不是被人家影响 或者是我不是被或者是我需要去妥协什么 我觉得是很 对自己感到更自在 一部分也是这样 或者说一部分也比较习惯的去做你自己 大概青少年甚至是刚出社会 还在摸索自己的那个阶段 会很害怕自己做错 所以会想要找一个大家都觉得不会错的方式 大家告诉我 对大家告诉我是对的事情 但是那些事情当然真的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嘛 真的就是对我最好的事情嘛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很重要 因为你真的要去发觉你自己最闪亮的那一个特质 然后发觉你做什么是最舒服的做什么是你最擅长的 你才可以真正去发挥你的价值 哇其实这个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大的主题啦 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今天我要从哪里开始 我们这边其实列了蛮多个问题的 然后我们也把它分成一些大项 从这些问题你可以自己再去做很多的探索 而且这每个问题都很广 所以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再做一些更深的讨论 对啊 之后可能又会被我们捡回来讲这样的 好吧 那我们就先从你自己的个性来开始下手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个性 嗯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那我就先讲一个最世俗的方法 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是国高中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 很喜欢跟同学聊星座 狂热 狂热星座的同学 就是每个月他都会买那种星座 然后就要做里面的那些 不管是悉尼小测验啊 或者是说月报还是周报什么 就是哪一个颜色是你的幸运色 你要吃什么东西啊 我也会 而且还有那个上升星座 上升什么那个不一样的类型的星座各种 这就是我最一开始来认识自己啦 就是应该说从这样子的来源呢 我就开始会接触说 哦 怎么样去描写性格 然后或者是我就觉得说 哦 原来我好像是像他这样子描写的 然后慢慢的 可能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越来越多 我现在是分享大家 他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感觉星座 其实应该是很多人的这种启蒙点 就启蒙 星座也是一种大数据啦 他就是一种 这个时间分出来的人 大家share的特质 这么多老师也可以用星座赚钱赚成这样子 代表市场真的很大 大家都很想认识自己啦 嗯 对啊 所以星座我觉得是一个 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讲 可是当然后面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嘛 啊 星座也不是完全准啊 就哦 这个也不是说 这个人一定是这种座 就一定是那样子的性格 就大概有一波就很不像的那种 很不像那个星座的朋友或者人 对 好 那换你呢 你举一个你认识自己的 会用的这种小工具 来认识自己或者认识别人 我觉得那个十六行人格测验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听过 第一次做是哪时候啊 就是大概是我们的大学后期 刚毕业的时候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介绍我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是有去做 现在有简易版跟一般版吧 我做的是全部的问题都有的 不是简易版 对啊 然后做出来就是会分析你的决策方式啊 分析你的思考逻辑能力啊什么的 就是很多面向 我觉得是有帮助到我去了解到说 诶 我这个人原来这样子的去思考方式 然后我有什么样的特质 对 去做就是去做这样的分析 我对于这个十六行人格测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会把你的这个人格 他会告诉你哪一些名人或哪些比较公众人物 也是这样子类型人格的人 然后你就会想象那个人的 他的形象的话 他的个性啊 然后你就会 有点算是自己对号入座 可是你就是更有一个画面 大概是怎样的 我就觉得那个还蛮有趣 你是一个从跟别人互动当中 从社交里面得到能量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独处的时候 你会得到能量的人 这两种一个就是外向 一个就是内向 你觉得你是哪一个 我那天其实才刚做了测验 应该就是我又在做了一次十六行人格 这一次的结果 就是我变成一个外向 我从内向变外 我也做过三次哦 他那个人格测验 他都会不一样 都会流动 讲到这边 我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 其实呢 每一个像维度 或者说他不是会显示 就是四个 所以就代表说 测你的个性有四个面向 然后其实他每一个面向呢 都是一个spectrum 他不是说把你二元分的 就是你不是内向 就是外向 不是这样 是你是在这一个尺上面 或这spectrum里面 比较极端一点的 还是你是比较偏 就是neutral一点 中间一点 就是你是比较偏向哪 对就是你是百分之三十内向 然后百分之七十外向 还是你是百分之六十内向 然后百分之四十外向 那还是你是百分之四十九内向 百分之五十一外向 那其实这个就代表说 其实你 你有特别外向 你有特别内向 你是蛮中间 弹劲的人 这样子 他每个像度都是这样子 你要去看你的比例 黑黑之外 你要去看你的比例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做这个测验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自己是怎么样被调配出来 是一个被归类为外向的人 你是怎样被归类成一个内向的人 这样子 你可能是外向里面的超外向 或者说你可能是外向里面的内向 这样讲一番绕口令 可是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特质呢 其实不是一个二元分法的这样子 因为测验它还是要给你一个结果嘛 所以它有时候在划分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就是cut up 稍微还是有一个基准 有个点 就它有一个基准 可是那个并不代表说 你就是绝对过了那个值以后 你就是外向 过了那个值 我觉得不管是外向内向啊 还是你的人格特质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会随着你的经历变化 像我以前一直觉得我 好像是内向的人 但这也很难讲 我觉得我一直都把自己定义为 一半一半 所以这样其实就真的是在中间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外向跟内向分类 还有一个叫做ambivalent 就是introvert extrovert 然后ambivalent 就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 你其实你可以跟一堆人social 但是你也不害怕独处 哦 就是一个新的字吗 嗯 好好孤落寡文哦 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字 就像LGBTQ就会一直在分类下去的意思 就是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在 只是过去他没有给他一个分类 对 现在个性的分类已经不是只有外向跟内向 就是你还有一个就叫中性的 他中文翻译叫中性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翻译很赖 可是他就叫 他的英文叫做ambivalent 这样子 嗯 那你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是ambivalent 就是一直都还蛮模糊不清的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跟别人互动很累 很好能量 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从别人身上 就是说可以有充满活力的感觉这样 会被激发到一些想法 跟别人互动的同时 我自己也会recharge的感觉 嗯 同时我又自己在独处的时候 去思考一些比较自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你讲的那个ambivalent 对 但是我以前 我受主流社会的思想还蛮深的 我会觉得外向的人 比较能够得到社会的质源 比较有优势 然后比较有人缘 这样对不对 对 然后比较好 就是你就是比较好的时候 比较让人喜欢 那内向的人就是比较默默 然后比较看不到 比较容易会被人家忽略 那我自己也有那一块 所以有的时候那一块的我 跑出来的时候 内心会有一个挣扎 就是会觉得说 我不应该内向 我应该要把我自己表现给别人看 所以这就是我 压力好大 我跟你说 这就是处女座的矛盾 真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星座 用星座来描述一个人 觉得更能感同身受 不行 星座已经影响不太多了 对 可是最近好像也慢慢的那个 内向外向的 就是这种刻板印象 有点开始被翻转 对对对 还有什么高敏感也是一种天赋 其实慢慢的越来越多书籍啊 越来越多讲者 就是在跟大家说 没有一定内向就是不好的 外向就是好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不同倾向的人 其实都有他们的优势 他们的自己去跟自己相处的方式 这就回到我们的主题啦 怎么样去认识你自己 然后知道你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面是最舒服最自在的 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可以成长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很自在地跟人家互动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的去了解我们的需要 不同的研究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一开始初衷 我也更认识是说 他们就是怎么样的跟人家不一样 因此会比较安静 因此会比较不想要接受太多的刺激 那其实就是这样 内向的人呢 其实他们是自己已经会给自己许多许多的刺激 像他可能想法就会比较多 然后比较深刻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人 他的脑筋就已经非常的忙碌 那外向的人呢 他可能是 他们也会想很多 可是他们是在接受外来的刺激 会去找寻刺激 会去外界 比如说人家进化 或者去做一些比较刺激的运动啊 或活动啊 然后可能需要有这种input这样子 对 然后透过这样子 他会找到他的平衡 那内向的人就是 他要拒绝外面太多的刺激 而维持他自己的平衡这样子 不然就会overwhel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 来到平衡的方式就是不一样 其实最明显的 就是可以去感受 你到底在哪样的样子的环境下面 你觉得是最自在 然后你最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 我是 就是哪一种环境会消耗我的能量的 其实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因为其实说实话 每个人都一定都会需要去面对这些场合 对 就是内向的人 你还是需要社交 外向的人也需要独处 这边就想要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像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或是说甚至是在美国当学生走也是一样 美国的环境它就是一个很social 很社交的那种文化 所以都会觉得 不管是学校或者是身旁的人都会告诉你说 Networking非常非常重要 要去认识新的人 然后尤其到你快要找工作的时候 你会好像被更强调这件事情 大家就是说你就是要去参加 你就是要认识人 对 各种的就业博览会 然后说你就是要去认识人 虽然很想要得到工作 然后我也很相信 这应该是一个很必要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对内向的人来说真的很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我可能还是比较偏向内向的 内向的个性 然后我真的非常讨厌 我都觉得 我去完每次回来 我都觉得我命都去了半条 就是 就会觉得我在那个场子都要战战尖尖尖 不是说我会很害怕给人讲话 可是我是觉得 我的神经都是紧绷的 慢慢的学习到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怎么样可以在别人面前 呈现一个好的状态 然后也是我自己自在舒服 那就一定是我要选择 应该说我要准备好 我是一个好的状态 所以我就要去做取舍 就是哪些是重要 我得去 然后哪些是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放弃 这样子 因为我就看到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慢慢的去调试到你自己的脚步 然后发现你自己的需要 know your limits 越长大 你要又知道怎么去藏着这件事情 就是你有你的弱点 你有你的限制 你不是不接受它 你是了解它以后 你去学着去管理它 不管是外向还是ambivalent 才是introvert内向 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找到处事之道 我慢慢的有这样子的mindset 就是说 你可以把自己的长处再更加成 可是呢 你的弱势也不要到会扯你的后腿 你知道你自己做什么 但是要这样做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限制 跟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对 这些也是建立在认识自己上 所以我们说认识自己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真的知道 在那一个粮池上面 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把你的优势放大 怎么样去把你的弱势 对 不要让他报仇 我们还是可以跨越我们的舒适圈 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去看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们 应该是说 我觉得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 无敌讨厌跨出舒适圈 然后有些人就是 一天到晚都在跨出舒适圈 这也算是个性上面的不同 然后或者是说 你怎么样管理这些压力跟焦虑上面 我觉得有时候不跨出舒适圈 你并不代表说 就是少了很多还是怎么样 他可能可以在他原本的领域 或原本的事情上做得更深 就我很支持跨出舒适圈这件事情 可是呢 我也觉得跨出舒适圈是需要准备好 你感觉到你是被支持的 然后你感觉到你是准备好 要去面对这个挑战 就是你不是被逼真被跨出舒适圈 是你愿意要去做这个突破的 那这样子你再去 你不要觉得说 大家说跨出舒适圈好 我们就非得要跨出舒适圈 我不是这样子 可是做这件事情 你要感觉到你领域好 然后感觉到这就是你要的 那也就是回到 你确定 你跟自己确认好了这种感觉 那再去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花很多的时间 在讨论个性这个部分 可是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 关于自己的面向 是需要去了解 比如说认识自己的身体啊 然后更甚至是说 你自己的 价值观 做决定的价值观 是怎么样 然后还要说 哎怎么样 人事物是让你开心起来 或说会让你生气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 那 那种主题太大了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讨论个性 而且就是在内向外向部分 就聊了蛮久 可是算是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举例 举例跟大家分析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下 如果你觉得 问这些问题 太过抽象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 透过跟别人讨论 把这些问题丢出来 跟别人去思考 或者是你去观察 别人的气质 你去观察 别人做事的风格 跟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或者是别人怎么样去评价你的 就是别人怎么赞美你 别人怎么样去肯定你 我觉得我们可以 透过别人的眼睛 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是一个方式 你刚刚分享的那个方式 其实我就想到我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就有一堂课 老师在上课之前 就给我们一个小小的 算是exercise这样子 我们就要去问我们身旁 一个同学 然后一个好朋友 很有一个家人 好像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要去问他们 说在你们眼中 是怎么样的人 可以描述给我听 把那个答案 就是收集起来 我们在课堂上 就是要粉墙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都可以练习啊 在学校有用啊 大家都可以用一下 对啊 就他们是怎么样观察 你这样子 而且通常是很好的 我很怕的朋友 因为太熟了 所以故意损你一下 他要跟你当朋友 就不能说是故意损你 他是要这个回答真的 但是你知道 你在损你的时候 他其实是 知道你是可以开玩笑的 所以才会去损你 对啊 就是你要刚刚说 这是要教功课的 好吗 你要认识 对 试着从身边亲近的人 看他们是怎么样去看你的 我觉得通常你会很压抑 对 你会很压抑 其实你还有很多 你自己还没有发现的一些 优点啊 特质啊 这些东西 就是你会忽略掉的优点 可能别人都看得一清而出 旁观者清 这个exercise还不错 从爱你的人的眼光去看你 到底是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个蛮宝贵的 建议大家试一下 对 那 锦衣 你今天也准备了一首 一首歌 对不对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 对不对 所以我准备了一首歌 是一个音乐人 他叫 Ejo Awesome 他的首歌叫做 I'm a singer songwriter 这首歌应该 没有很多人听过 是我某一次在找灵感的时候 我在做那个 治疗的时候 我在听很多的歌 然后去连到的 他的词非常的简单 他的音乐本身也还蛮简单的 然后歌本身很短 他就是一直在重复说 这一个写歌的人 也是唱歌的人 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就是唱歌写歌的人 基本上他整个歌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 像这一个 Ejo Awesome这样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音乐人 他写音乐 他唱歌 他里面的歌词就有提到说 This life is heavy but this guy is strong 当我们在一个很浮动的生命阶段 不同的处境的当中 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安心下来 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够了解自己 那我们心里的那个素质 就够坚定 让我们去承受更多的挑战 分享这首歌给大家 然后透过了解自己 去为你自己找到一个定位 找到一个位置 然后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很疗愈 对我而言 我觉得它有一种很安静 很舒适的感觉 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他唱歌的方式 蛮特别的 很轻柔 他是一个男生 但是他是用一种很轻柔的方式在唱 透过反复的那个旋律 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 建议大家在听的时候 可以问问 我们今天有讨论过的问题 谢谢菁云你的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你不一定要喜欢 没有要比你喜欢 可是 这首歌对我来说很好听 不见得对你来说就很好听 音乐治疗师 我们真的很注重 每一个人对音乐的喜好 所以其实连歌词都有讲 他说 如果我写你一首歌 你会想要唱歌吗 就是你唱这首歌 你觉得你很享受 你很疗愈 但是别人并不一定想要跟你一起唱 那It's okay 我觉得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选择 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选择的是什么 你如果找得到你的同伴 That's really good 但是如果没有 你自己很坚定地走在你自己的位置 走在你的路上 你也会看到很棒的风景 这就是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 所以呢 音乐学不喜欢 别担心 说的算 可是我们还是要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